就在这两天 标志发布了一款全新的皮卡 Landtrack 该车首先会在欧洲上市 当你看到这款皮卡的时候 是不是觉得特别的眼熟 没错 它就是长安凯程F70的换标姊妹车 这款皮卡在国内陆世的消息 我们此前也曾介绍过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的是 先期在欧洲上市的版本是在中国制造的 未来它的生产基地会转向南美 Landtrack在欧洲的竞争对手是丰田的海拉克斯 它在外观方面其实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介绍 整体的造型与凯程F70高度相似 只是车辆的前脸更换为了标志家族式的设计 但前隔山的造型也与凯程F70有八分的相似 大灯组使用了远近一体式的设计 日间行车灯的造型比较特别 两段式的造型点亮以后 看起来就像是一对飞翼 非常有特色 新车的内部与凯程F70一模一样 动力方面 Landtrack和凯程F70共享动力 1.9T的柴油发动机和2.4T的汽油发动机 最大功率分别为110和160千瓦 扭矩则为350和320牛米 柴油机匹配了6MT变速箱 而汽油版则匹配6MT和6AT变速箱 未来这款标志皮卡在国内上市的可能性很大 而且可能会主推自动挡的版本 但标志在国内卖的不怎么好 这款皮卡的未来如何 只能等待市场的考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